谁也不愿意在这个时候站错队 各单位的领导开始允许本单位职工到天安门去声援学生 有组织的队伍开始打着本单位的旗号出现 如今参与示威既正确又安全 这一场面既激动人心又甚为壮观 最佳镜头举目皆是 为报道中苏最高级会谈而云及北京的国际媒体 竟遇到了当时全球最具新闻价值的事件 What a place, what a time, what a story It's Friday morning here and this is Tiananmen Square Today it's the People's Square, all right More than a million Chinese demanding democracy and freedom and proclaiming the new revolution Unbelievable, we all came here to cover a summit and we walked into a revolution 被万众瞩目是一种很良好的一种感觉 是不是 而且确实这个 本来学生们有一种很强烈的受压抑的这种感觉 你看这种感觉就是在 他们一下觉得呢 这社会他们是社会主角 这个人们很需要他们 而且呢这种 他自己呢又有一种改造历史 这样的一种豪迈的感觉 这种感觉本身都是很能激发人的 这种 这种欲望 大概没有一个这么一个一代 那个战争人像我们这样嘲讽过国家 嘲讽过政府 嘲讽过领袖 而且没有 大概就像我们这代人 没有一代人像我们这么一代人 看到过外面的世界那么美 中国大陆的著名的歌手 崔健 他最著名的首歌是一无所有 正好这首歌和这句 这个四个字 所体现出了我们的一种心情 各位想想一下 我们这一代人像 我们有过什么 我们没有过我们父母 所有的追求 我们也没有过我们的胸界 所有过的那些狂热的理想 那么我们所想要的是什么 那颗鞋 有充裕的时间 和自己的女朋友去酒吧 有充裕的自由平等 去和别人去谈一个问题 能够得到 这个社会的尊重 这个过程当中 有一些非常纯洁的东西 有一种很那个 很让人难以 就是难忘怀的一种东西 也有很让我觉得 不能接受 甚至让我恶心的东西 都有 而它都是交织在一块 这就是历史 是什么一个过程 它不可能被完整的抽象出来 我记得在绝食的过程当中 有一部分同学 是持东西的 他们认为绝食只是手段 就是说 我们的目的是 给政府施加压力 那我们为什么要真的付出牺牲呢 我们可以不洗牲 就有一个同学 他非常愤怒 他对这种行为 他认为非常愤怒 就是你们这是在 互动舆论 你把这种牺牲搞成一种欺骗 你就毫无你的 道德优越性 所以他自己就写了一个 学书 我要用鲜血 捍卫绝食的纯洁性 我特别感动这个事情 我就觉得呢 有很多事情不在于 他最后的政治结果是什么 他表现出来 有那么多种一种道德自觉性 这样的一种道德自觉性 在中国是很少有的 示威风起云涌 改革派的官员 面临一种两难的困境 一方面 他们无法满足学生的全部要求 另一方面 他们又知道 如果劝不走学生 强硬派便会毫不犹豫地动武 军队已经开始调动 同时 自从对话被打断以来 官方也不知道谁能代表学生了 与示威学生交流的唯一办法 是到广场上去 直接面对嘈杂的人群 5月16日 严明富在学生领袖 王丹的陪同下 来到了广场 他有很多感情 他就说 要给党的改革派有时间 有时间我们才能做事 他说426 这个问题肯定是要解决的 他把这话都说了 说肯定要解决 但是要有时间 这个说的就是很诚恳的 他代表中央保证 不会缺和算账 你如果不相信我的话 可以把我抓回北大 也不是说抓狼 就是把我带回北大 我可以做人质 如果解决 你们再犯我还了 然后我就接着发言 我就说 我有心想同学 能够甚至考虑他的意见 那说完 但是因为当时 底下情绪非常激动 严明富也没法再说 我也没法再说就行了 然后就严明富再回去了 严明富离去后不久 广场上播出了赵紫阳 以党中央的名义发表的书面讲话 实质上否定了426社论 但是绝食仍在继续 5月18日 国务院总理李鹏 在人民大会堂 召见了一批学生领袖 其中有几位 是直接从医院接来的 这次会见通过电视 向全国广播 当然同志们提出了两个问题 很关心 我们是理解 作为一个政府的总理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 不隐瞒自己的观点 但是我今天不讲 如果我们今天 因为要在这个问题上纠缠 我认为是不合适 是不理智的 纠缠的不是我们这些学生代表 还有一点就是说 我认为我没有必要 再把我一开始说过的话 再重复一遍 但是好像有些领导同志 还没有明白 那么我愿意再重复一遍 现在解决问题的关键 并不是说服 我们在座的这些人 问题在于怎么去 怎么去让他们离开 他们离开的条件 我已经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刚才他们离开这里的条件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只有这一种可能性 这是客观现实 客观事实 我们如果广场上有一个人 不离开 还在继续绝食的话 我们就很难保证 剩下的几千人不离开 5月19日凌晨 神情憔悴的赵紫阳 突然出现在天安门广场 他在党内斗争中已经失事 他对学生说 你们可以批评我们 但是不能非有满意答复 才停止绝食 你们不能这样 把生命牺牲掉 这是赵紫阳的最后一次 公开露面 在改革派掌权的时候 也就是说 赵紫阳在没有被免职的时候 是除了邓小平之外 赵紫阳是全国权力最大的一个人 学生不接受赵紫阳任何的让步 不和赵紫阳做 稍微有一点诚意的合作 那么一直到赵紫阳被开销 好了 这个时候顽固派拿出来的 就是他们那一套办法 政府正在准备戒严 绝食团指挥部于19日下午 得到了这一消息 突然宣布 结束已持续了六天的绝食 改为静坐 当晚 李鹏在党政军干部大会上讲话 当人们通过广播 听到他的讲话时 部队已经开始向北京进发 如果再不迅速扭转局面 广大的革命的先例 用宣学创造出来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途和命运 都面临着严重的危险 李鹏的讲话激怒了北京市 由个体户组成的飞虎队 驾驶摩托车在市区飞驰 向人们报告部队的动向 市民涌向街头 阻挡军车 解放军官民们 我请求你们 我做一个新的代表 请求你们 拿出你们的争议和勇气 作为一个人民的军队 人民的紫地兵 而不要为一小村所左右 作为小村的工具 做中华民族的罪人 你们知道吗 这有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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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做什么 你们知道吗 这把这兄弟 你们是保护人民 保护学生的 你们不能来 不能镇压他们 你们知道吗 不能这样 过去北京人也曾见